9月17日 主要我要传的讯息就是要告诉大家服药的重要性在哪里 因为现在医院的发明已经非常好 而且现在情绪病的药物的服作用已经越来越小 所以我觉得病患者最重要就是要医从医生的吩咐 把所有的药要吃完才能够得到完全康复的机会 张可依还谈到当下不仅一人要承受很多的压力 其他从业人员也存在或轻或重的压力 从而诱发高低不一的情绪产生 可见得当的减压方法也是控制情绪产生的一个途径 因此在受访时可依也分享了自己的减压方法 其实减压的方法也很多 其实我自己来讲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在家里面看电视 然后偶尔会跟朋友去旅游 买买东西这样子都能够帮我减压 哦 你好 我 还 在 我们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